我们曾经为您报道过这则消息是在宜兰的某一名周姓消保官 指控格马兰克运司机和他自己发生的行车纠纷 居然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拿铁锤下车呛杀 甚至拿出了行车记录器控诉 但事实上呢司机现在也拿出画面了 他说这消保官是恶人先告状 因为事发当天消保官行车违规还先比了终止 他才会下车理论 宜兰先扶消保官周媳福拿出引带 控诉格马兰克运司机正姓男子 因为超车纠纷就拿着铁锤下车呛吓 但这名司机辞了工作站出来说事情不是这样 没想到直到宜兰转运站前又亮起红灯时 他既然不是依序停车 他是可以突然停在原地 当时我有吓一跳我也跟着刹车外 我当然是同时按喇叭 除了说提醒他说再这样下去 真的会造成行车安全以外也一点抗议 没想到此时那个驾驶员 既然摇下车窗向我伸出宗旨 驾驶控诉当天消保官车子突然切入 又多次急踩刹车 闪灯警示也没用 才会气得长按三秒的喇叭 但消保官却是摇下车窗比出宗旨 可云驾驶才会气得拿出铁锤 我也不晓得他到底是什么人 所以我就顺手拿着铁锤 主要目的是防身 并不是像他讲的说要当成武器来攻击他 那当然下车后他表明说他是消保官 第一时间我们也无从证实 所以我只能回他说就算你是真的官 那你可以违规超车在先 而且我也无条件离让你的 然后事后无故 就是也没有任何因素 你就是恶意挡车在后 强盘当时真的很气要保护自己 还有车上的乘客才会拿出铁锤 驾驶反控消保官官微好大 频频施压 不得已年前辞了工作 要搜集证据替自己讨公道 正是零售上次杨新闻报道